所有的菜你隨便亂加都可以吃 隨便亂加就很難吃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梨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 他媽媽叫我安安 我是... 他也會猜看 換你啦 換你啦 我是阿煩小姐 我又來上班啦 今天你知道 我們戴這個口罩就是怎麼樣 最近就是這個疫情 疫情越來越緊張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不要外出比較好 人不外出就不外出 盡量都是待在家嗎 對啊 盡量住在家 啊你呢 怎麼會不會走這樣啊 怎麼會不會走嗎 你怎麼會不會走 我都沒有在會不會走 因為阿嬤也走過去了 呵呵呵 你要人送喔 他要人送 我愛人送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防疫期間 你在家到底要煮什麼東西 比較營養 煮天然的 天然的食物 那記得喔 我們在防疫期間 過好自己的免疫力 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可以記得一個原則喔 叫做 三多一掃 什麼叫做三多一掃 三多一掃 第一多就是我們的多蔬果啦 蔬菜水果盡量多一點 因為各種蔬菜水果裡面都有 礦物質 維生素 散石纖維 還有很重要的質化素 而且你各種顏色的蔬果都要吃啦 像是紅色的番茄有什麼 鐵紅素啊 那白色的洋蔥有什麼 有那個什麼蟹 什麼蟹 無皮素的 無皮素的 紫色的蔬菜裡面就有花金素啊等等喔 那另外一多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多蛋白 蛋白質有 雞香肉啦 或是干貝啦 魚仔啦 豆腐啦 豆皮 豆乾 這都是很好 為什麼齁 因為這個蛋白質 就是我們的免疫球蛋白的來源 就是我們免疫功能 免疫系統來 很重要的原料 可以增長我們的身體 更強 更硬 對 那你在流汗嗎 快流汗嗎 不會啦 不會啦 還是你在堅定嗎 差不多 對 第三多就是要多喝水 有時候是戴口罩會忘記喝什麼 對 因為還要拿下來是會有點麻煩 然後還有一掃是什麼 就是 掃脂肪啊 你脂肪不要吃過量 就像我剛剛說了 但是那個脂肪多少 脂肪多少 脂肪多少啊 大腸那個脂肪油脂很高啊 我們還是要吃但是要控制這個分量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為各位示範 三多一掃的料理到底要怎麼煮 那我們第一道料理就是我們的 番茄雞肉丸 對 番茄雞肉 那雞肉丸其實是我們之前有做一道料理 叫做雞肉餅的原生啊 好那你不知道怎麼做 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那個影片 這當作是老公 老公 那我們今天就是應用在番茄上 剛剛說到多蔬果對不對 那蔬果就是你各種顏色的蔬果 你都要吃 甜紅素給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要跟油一起找 他的甜紅素大家釋放出來 那另外還有我們的白色的蔬菜有什麼 洋蔥喔 對 洋蔥喔 洋蔥喔 薄皮素耶 對 蒜苗 青蔥 蒜頭 然後還有阿嬤最愛的香菜 這個香菜裡面有很多的像是 黃銅類的 西類的 泉類的 都是一些很好的抗氧化物 香菜喔 香菜喔 香水啊 你也吃麻煩 你用烘蔥或酒都會糖 是喔 你頭都有看油糖嗎 沒有啦 要用烘蔥 我就怕人家說啦 怕人家說 怕人家說 你怕人家說 香菜喔你知道有些人很喜歡對不對 有些人很討厭你知道嗎 主要之前有做一個研究 這些人喜歡香菜跟不喜歡香菜 其實是基因有點差異性的 基因的問題 對 就是有一個基因 會讓某些人對這個香菜 全類這個味道 特別敏感 所以有些人就很討厭 他以為我沒有那個基因 所以我超喜歡 油也是適量啊 來 然後呢 我現在會下洋蔥 洋蔥要把它炒軟 它的甜味就釋放出來 好軟 炒飯 炒軟 洋蔥炒蛋太好夾 對 好 你看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這個鍋子 明明發酷的鍋太好 對嗎 哈哈哈哈 你太帥了 你怎麼才知道 那是發酷 哈哈哈哈 他是夜配王是不是 來 然後呢再下這個 它有透子說香味出來 香味出來就下番茄 還用比較圓耶 對啊 越多越好啊 那湯汁慢一點下 炒到番茄湖 其實做菜喔 沒有說 誰是專家 其實 所有的菜你隨便亂加都可以吃 隨便亂加就快難吃 那你要炒香啦 最重要就是 一個 焦香啊 就是火候爆 火候你會 對 火候 那這時候是中火 還是要大一點 大一點 沒關係 阿南很老耶 嗯 很爛 你可以 你在學到你女生 你也可以 你也比較厲害 我這個 壓在頭比較厲害 它很厲害 很夠煮吃 色香味都一樣 我在吃的東西都很好 不會過量啦 不會過量啦 只不過是比較油而已 比較鹹又油了 比較鹹 比較鹹 嗯 然後呢這湯汁倒下來之後 來 雞肉圓 那時候你就小火 其實裡面就是雞胸肉 對 就雞胸肉 那雞胸肉也是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多蛋白啊 好 為什麼一直要講 足夠的蛋白質這麼重要 因為其實蛋白質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免疫功能的原料 我們如果說抵抗能力要好 就是要多吃蛋白質 對 要吃夠啊 要吃足夠的蛋白質 你有聽過免疫球蛋白嗎 有啊 免疫球蛋白它是幹嘛的 不知道啊 我知道你營養師就不用買 它就是抵禮一些 細菌病毒入侵很重要的蛋白 像這些蛋白質就是原料 就像現在防疫期間多吃這些東西就對了 對 因為防疫期間喔 夫妻在家 本來你一直都去上班 大家時間太常沒事 太常見面這樣 不會吵架喔 多吃這個你就不會吵架 真的喔 大哥小顆都無所謂 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加鹽巴不用加其他的調味料 很簡單啊 你看 多一面啊 但蓋著那個鹽巴比較不太好 嗯 蓋鍋蓋 對 開鍋 開鍋 哇 剛剛就是在那個不正炒鍋 在那邊做點餐 然後那個 對 炸鍋 然後加很多的雞化素 香菜 香菜 太多了 不喜歡香菜它會嚇死 對 你看就這樣 你的肌肉 這個沒有加 它水的 那我們現在示範第二道料理 就是我們的高麗菜豆腐餅 高麗菜豆腐餅 也是很簡單的嗎 很簡單 高麗菜切絲 那個哏也要把它切細細的 記得高麗菜那個中間那個粉 紅蘿蔔 洋蔥 絲 雞蛋 雞蛋準備三顆 三顆 這是人家剛做好的豆腐 手工做的豆腐 還有 辛香料 蒜苗 蔥 香菜 蒜 這些辛香料多吃一點 是不是你那些 對啊 這些都是油 我做菜我就是喜歡這些東西 一茶匙的油 油也是油量要控制 一湯匙 一湯匙 這個湯匙小了一點 大概十七七的 我會先 紅蘿蔔 因為如果你直接把它 澆在裡面的話 我覺得它的甜味就不會釋放出來 就沒那麼香 就沒那麼香 把這 洋蔥 炒到要比較大火 其實不沾鍋它不適合溫度太高 我會加一點蒜頭 這樣就好了啦 對 比較多 你如果要吃辣椒你也可以加辣椒 就是把它爆香一下的話 你看這樣就有香氣出來 不然你如果先放就對了 蒜頭就會香氣就出來 對啊 香氣就出來 你有感覺嗎? 好啦 你不要人要擠啦 對 阿嬤都怕人人擠 這就是要擠 這比較營養 要吃太多 沒有喔 對啊 嗯 把它拌一拌就不用關火 關火 有喔 那些煙味都出來了 現在這個加起來 把它加到高麗菜裡面去 這樣比較香 也比較好吃 這煎都很夠工的 這樣比較甜啊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就全部丟進去 拌一拌 再來煎就好 豆腐除了普通蛋白質 裡面也有很豐富的鈣質 那這個是要把它捏碎喔 要啊 一定要捏碎 要不然就下去飯這樣 我們可以有這種做法嗎 那你豆腐也可以把它炒一下 讓那個豆香味起來 蛋白質含量也不錯喔 對啊 所以就是可以盡量多吃一點這樣 多吃一點嘛 對吧 那你做起來吃不完你就把它留著 明天早上呢 就煎一煎高麗菜 還是可以吃啊 倒進去 你看它喔 那個高麗菜很多 其實它是很少 它炒起來比較有變一點點而已 對啊 炒起來即使是一點點耶 然後呢 就這樣拌一拌 用豬啦 那黑胡椒個人的喜愛嘛 對吧 不一定耶 可以加蝦仁也可以 蝦仁毛豆又增加它的蛋白質 對 差不多 這樣喔 香菜 就可以加香菜了 對 那香菜有些人喔 就是要特別注意份量喔 因為有些像是腎功能比較差一點 或是有腎臟病的病友 你要特別注意香菜的量 因為香菜算是 甲鈴脂含量比較高的蔬菜 所以要特別注意份量 吃不完的話喔 你下一餐啦 就把它留到下一餐 就快快把它吃了 你就只要高麗菜喔 如果用大概喔 很少 半顆 不 沒有半顆 半顆的半顆啊 好 好 這麼厚喔 不會喔 綠菜很容易叫熟啊 好香喔 要蓋這個 蓋這個喔 嗯 鬆火就好 嗯 然後你不會這樣翻鍋對不對 對 蓋你一鍋啊 這樣啊 你要蓋一下 蓋一下 嗯 嗯 可以 可以 然後再倒下去喔 再倒下去 喔 這樣也可以喔 這樣也可以喔 有沒有 也是滿漂亮的喔 對 不會 絕對不會 然後這一絲 來 你看 第二方面要小火一點 嗯 好 喔 這樣就可以了 太好吃了 你太好吃了 你太好吃了 對啊 當然嘛 太好吃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對啊 當然嘛 太好吃了 第三道料理喔 就是我們快速可以上桌的 我們的甜椒草龍鬚菜啊 那它的材料很簡單啊 它有什麼 就是 那有龍鬚菜啊 呵呵呵 跟什麼 甜椒 甜椒 就紅黃椒啦 對 龍鬚菜它其實是一種 瓜類的幼苗喔 你知道是什麼瓜嗎 何手瓜啊 我剛剛跟你講了 那龍鬚菜 你說以前是沒有人要吃喔 那種 沒有人在吃都吃香肥 那顆 沒有人要吃香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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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比較聰明了 比較聰明了 它營養成分在哪裡 它營養成分 它裡面有很多的控制 像是 甲 鈣 鐵 都蠻豐富的 而且它會有膳食間味 那手都要黏 讓大家就 啊 啊 這就是那種黏稠的 要黏稠喔 要黏稠喔 黏稠比較淺水 要什麼 要啦 要蓋的啦 黏稠藏都不用黏稠了 好啊 好啊 太脆了 沒有啦 這樣粉掉了很多 然後再加一點鹽巴 嗯 它炒辣辣辣的 顏色比較漂亮 青菜要大火 不能那個 大火快跑 有沒有很漂亮的顏色齁 就是各類的各種的吃化素都在裡面 這樣可以了嗎 要黏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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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說黏稠就黏稠 要黏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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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黏稠啦 好 吃不吃啊 那邊黏稠來 阿嬤送不了 阿嬤 阿嬤其實也有強迫症 這個黏稠 用黏稠黏稠就黏稠啦 這樣黏稠啦 阿嬤怎麼做話咧 要黏稠超紅的 阿嬤吃這個 那今天就為各位示範三道不同的齁 在防疫期間你可以煮什麼 但沒有任何一道食物是超級食物啦 重點還是要什麼 營養菌 對 就是各類食物多樣化 然後控制分量 才是我們 讓我們免疫力維持的一個關鍵 對 人家說吃魚吃肉 也罵得菜咖 對啊 記得要吃水果 對 水果 各類的水果也是要吃啦 那要記得我們的三多一掃 多什麼囉 多多多 多舒服喔 不是養那個多 多蛋白 多蛋白 多喝水 多喝水 阿掃要掃什麼 要掃油脂 對 掃油脂 不要現在這樣 現在大家在家的那個時間變多了 對 所以你可能比如說追個距離 看個距離哪裡 就都吃那種高碳水高油脂的東西 那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在防疫期間喔 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飲食狀況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影片分享給大家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 開啟燒 開始小丁丹 哈哈 你這切差不多六十年喔 你說雞翁就好嗎 一大人就把我們割 割 割怎麼切蔥喔 對啊 看怎麼切菜啊 對喔 雞翁大腔的 你看阿嬤已經切了 有啦 都切好了 你看這阿嬤切了 他很愛切 很愛做